近日,南京市浦口区一支靓丽的环卫女子青草队引起多方关注 他们身着亮橙色工作服,一头清爽短发或扎着马尾 驾驶着酷炫的小型机草车,在南京浦口的大街小巷穿梭十分惹眼 3月29日,中国新闻社记者走进女子青草队 用镜头记录这支青春靓丽的城市美容师 记者了解到,南京浦城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所属女子青草队 日常从事辖区内数十条道路保洁工作 姬嫂队队员应万红入职月三年时间 平日里,她和伙伴们一起驾驶着新型垃圾清扫车 穿街走向,为城市环境卫生默默奉献 我很喜欢这个工作,驾驶这个车需要一定的技术 我们是两个人一组,一条线 不简单地对这个马路进行姬嫂 我们这辆清扫车要给五六个环卫工人 我们每天在路上面不简单地清扫嘛 就是为了紧急一线公园的工作量 记者在现场看到,姬嫂队员们并不是一直躲在驾驶室内轻松开车 当垃圾箱内装满垃圾纸线后 他们就会及时清理 而一旦设备受损或者西风管遭遇堵塞时 这些女子环卫队员们还要变身修理工来照料这些机器设备 一般情况下西风管它会脱落 脱落的时候我们要用这个螺丝把它记住一下 既要会开车,也要会修理,简单地修理一些东西 感觉自己好像又都学了一样东西 学了一个技术 对于招聘环卫工人的条件和标准 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并不会以学历和外貌作为唯一尺度来进行选拔 根据环卫作业标准化、精细化的要求 我们是想要打造一个环卫的亲戚兵 我们在招兵的时候是要求大家有这个大学以上文凭优先考虑 也不是一味地追求这个外在形象或者是学历 同时出于这个安全考虑 我们是要求他们有这个机动车驾驶证 据了解与传统的大型作业车辆不同 小型的机扫车辆体积小 可以在传统大型作业车辆无法兼顾的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和城市广场上自如穿梭 在人流较密集的地方进行清扫 同时该种机扫车辆弥补了夏季高温中保洁工作的空白